到处都是淹死猪鸡。小兵扳尸体差点吐早餐。 图中央社。中南部豪雨城灾,许多家储家勤养职业大受影响,猪鸡鸭额等死亡无数。 国军机曾奉命前往进行搬运与消毒工作,看到满地的尸体堆叠成山,有阿兵哥说,差点把早餐还有昨天晚餐全吐出来。 台湾中南部淹大水,农与养殖业灾情惨重,造成大量家储家勤死亡,有些地方水退后尸体已经出现恶臭。 对环境卫生造成极大威胁,总统蔡英文也南下勘灾,并指示军方出手援助。 北部六军团官兵受命投入救援行列,派出33化学兵群,53工兵群,584旅,542旅等共约400人,带驻背负式消毒器材与防护装备前往灾区。 进行清洁与消毒工作,陆军第八军团的39化学兵群则奉命前往台南沿水区,共出动30人,还有MD-105重型消毒车。 图中央社,国防部紧急要求各区各军种都出动援助,帮忙搬运加勤加处尸体,此举引发官兵怨言,认为是地方政府自己不做。 反而要军人聚当免费的尸体搬运工,还有基层士兵到现场搬运动物尸体后,说越搬越悟心,早餐连昨天晚餐都差点吐出来。 国防部对此表示,部长延德法陪同勘灾时,没有接到任何现实清运的命令,国军基于人积几几,人腻几腻的精神。 出动协助地方政府救灾。 至于淹水尚未全退的区域,国军也会彻夜轮班,投入抽水任务,期望尽快清除积水,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。 图中央社,中南部豪雨城灾,许多家畜家勤养职业大受影响,猪鸡鸭额等死亡无数,国军基曾奉命前往进行搬运与消毒工作,看到满地的尸体堆叠成山,有阿兵哥说,差点把早餐还有昨天晚餐全吐出来。 台湾中南部淹大水,农与养殖业灾情惨重,造成大量家畜家勤死亡,有些地方水退后尸体已经出现恶臭,对环境卫生造成极大威胁,总统蔡英文也南下堪灾,并指示军方出手援助。 北部六军团官兵受命投入救援行列,派出33化学兵群,53工兵群,584旅,542旅等共约400人,带驻飞赴式消毒器材与防护装备前往灾区,进行清洁与消毒工作。 陆军第八军团的39化学兵群则奉命前往台南沿水区,共出动30人,还有MD-105重型消毒车。 图中央社,国防部紧急要求各区各军种都出动援助,帮忙搬运加勤加处尸体,此举引发官兵怨言,认为是地方政府自己不做, 反而要军人去当免费的尸体搬运工,还有基层士兵到现场搬运动物尸体后,说越搬越误心,早餐连昨天晚餐都差点吐出来。 国防部对此表示,部长颜德罢陪同勘灾时,没有接到任何现实清运的命令,国军基于人积几几,人逆几逆的精神,出动协助地方政府救灾。 至于淹水尚未全退的区域,国军也会彻夜轮班,投入抽水任务,希望尽快清除积水,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。 图中央社 中南部豪雨成灾,许多家储家勤养殖业大受影响,猪鸡鸭额等死亡无数,国军基曾奉命前往进行搬运与消毒工作,看到满地的尸体堆叠成山,有阿兵哥说,差点把早餐还有昨天晚餐全吐出来。 台湾中南部淹大水,农与养殖业灾情惨重,造成大量家储家勤死亡,有些地方水退后尸体已经出现恶臭,对环境卫生造成极大威胁,总统蔡英文也南下堪灾,并指示军方出手援助。 北部六军团官兵受命投入救援行列,派出33化学兵群,53工兵群,584旅,542旅等共约400人,带住背负式消毒器材与防护装备前往灾区,进行清洁与消毒工作。 陆军第八军团,陆军第八军团的39化学兵群则奉命前往台南沿水区,共出动30人,还有MD-105重型消毒车。 陆军第八军团,图中央社。 国防部紧急要求各区各军种都出动援助,帮忙搬运加禽加处尸体,此举引发官兵怨言,认为是地方政府自己不做,反而要军人去当免费的尸体搬运工,还有基层士兵到现场搬运动物尸体后,说越搬越误心,早餐连昨天晚餐都差点吐出来。 国防部对此表示,部长颜德罢陪同看灾时,没有接到任何现实清运的命令,国军基于人积几几,人逆几逆的精神,出动协助地方政府救灾。 至于淹水尚未全退的区域,国军也会彻夜轮班,投入抽水任务,希望尽快清除积水,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。